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游戏呢 叫做 一个快速成功之路 一条快速成功之路 而且百度的翻译上面带有括号 充满竞技性的 我就不明白两个英文单词 怎么这么多意思 我简直我就感觉 我对英语这么学可绝望 人生已经和他无缘了 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的道歉 因为我给国人丢脸了 之前有段时间 某某某在网上发表的 那个取消英语 我个人感觉真是不行 因为英语现在是国际通用语言 就是可能谁不会 就比如说你不会当地语言 用英语勉强能沟通一下 我感觉算了 不批评史诗 我们是独书人 不问国士 这个地方呢 回到这个游戏 游戏本身是一款 类似于 躲避跑酷类型 就跟正常的游戏差不多 但是它是有终点的 就是闯过类 不是地下固宝和天庭固宝那种 就是没有尽头的 之前我看有人说 那个神秘好网是有终点的 就是你最后要跑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刚开始跑出来的那个地方 大哥我当然知道 我要能回头跑 我还用跑出来吗 我就弄不明白 现在网上的风评就很差 什么游戏震惊不住了 我 我劝各位就是 算是平民的这种贬义 就是大家自己写文章 发表到网上 表达看法的时候 我感觉 就先帮你先玩一款 玩一点那个游戏 就是表示一下 你对即将写到的这个游戏的尊重 因为 怎么说呢 不都说女朋友比游戏重要吗 你想想 女朋友其实和你一样 就是同为人类 游戏呢 是有好几十个游戏设计 花了无数的信息 然后经过了无数的测试 才制造出来的一个 算是比较成熟的产品 女朋友怎么能跟游戏比呢 对 学我这 你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会跟我一样 身边没险还没人 就这么的尴尬 回到游戏本身的话 游戏会有特殊道具 就是场上不是圆形的一些方块 有方形的 还有一些三角形 会基于我们一些特殊的效果 比如说发射导弹呢 或者是武士障碍物 这种效果呢 会在消失之前提示你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武士障碍物 他就傻了一下 提示我啊 你那装插时间快过了啊 赶紧往回锁一锁 我立马就退了回来啊 这叫留的青城寨 不怕没拆手是不是 要不然你要一头创死在这个障碍物上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 那叫什么 一命殉国呢 而且我发现古代的忠臣 要是想为皇上表明忠心 都特别喜欢创那个大殿上的柱子 我不知道这是谁留下来的光龙传统 我感觉挺傻的 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呢 叫做快速的成功之路 啊 括号充满静静性的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扩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扩玩的其他游戏 我将为您带来该游戏 或者其他游戏的游戏视频 以及个人的搞笑经历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